3 2 1 点我 上飞 首后的火箭迷满 好惊喜 12点开车过来 很高兴可以看到火箭升空了 很值得 我们中台中过来了 第一次看到火箭发射 而且是在台湾 台湾这回第一次发射 混合式类卫星载具火箭 飞行时间大约两分钟 高度三公里 结果测试大成功 全程都是由火箭自主导航 飞行控制的方式 初步看到数据 可能大概是飞行 大概30秒左右 双截火箭是混合式探空火箭 高度约4.8公尺 重量365公斤 最高可以飞到12公里 发射目的是为了测试 火箭导航飞行的控制能力 跟飞行模拟程式的准确度 未来技术可以移植到 卫星载具火箭上 更是台湾太空产业的一大步 有导控技术的混合式火箭 虽然飞行高度不算高 技术面已经有重大突破 也让台湾跟火箭发射技术 拉进了更大一步 记得张春华评论报导